當然其中莫貴最開心的大概就是 小英傳到他們全家人 父母親 還有張包 對 都在當中 如果待會兒有機會拍掌 就請你用最大聲的掌聲 來鼓勵我們的上帝 來稱頌我們的上帝 你有最大的歡呼呢 我們就用最大聲的歡呼 來尊榮我們的上帝 因為祂配得來讚美 真的看到有很多 從蘇澳 接在總靈良堂的弟兄姐妹 還有傳到同工 遠從宜蘭跟蘇澳 有沒有在我們的當中 揮揮手 讓我先知道你們在哪個位置 待會兒還會再介紹你們 只是先看你們坐在哪裡 今天有很多的牧者也 到我們的當中 我們也覺得真的很開心 好 我們即將要開始今天的聚會 好 我們即將要開始今天的聚會 我們的祷告 天父我們向你獻上感謝 因為今天是你所定的日子 我們在其中要高興歡喜 主 我們真的知道在你的國度裡面 有更多的人才成為你貴重的器皿 主要為這個聚會 我相信是你親自設立這個聚會 看到許多弟兄姐妹願意來見證這個時刻 向你獻上感恩 主 我們要把一些的榮耀 到聖戰都歸給你自己 謝謝主的恩典 為我們以下的聚會 有你的同在 我們恳求你 施恩於我們 感謝祷告奉耶穌基督的名 阿們 好 我們先用最熱烈的掌聲 來歡迎我們的主到我們的當中 阿尤雅 阿們 是的 今天是耶華所定的日子 也是叫你們走出黑暗的日子 Hallelujah 真的 剛好今天就是走出黑暗 協會的成立大會 也是小英傳到安利牧師的一個聚會 是的 有一句話說 神使我們出黑暗 進入光明 我們每一個人都在神的救援裡面 得著這個光明的資分 我們真的很感恩 上帝為我們成就大事 所以今天呢 我們每一個人都要歡喜快樂 因為神使我們走出黑暗 阿妹 好不好 跟你旁邊的人說 感謝祖使你走出黑暗 好 一開始呢 我們要預備 今天我們暗幕的牧者進到我們的會場當中 當續約的時候呢 我們就邀請所有今天暗幕的牧者 依序進到我們的會場 這個時候我們請樂團續約 首先進來的第一位牧者是 中立真理堂的林雄堅牧師 請入行 好 第二位呢是林彩雲宣教士 他過去也在日本宣教十年 目前呢他是正道神學燕老師 接下來是五谷禮拜堂的主任牧師 王偏佑牧師 好 第四位呢是五谷禮拜堂的 陳草禮拜堂的主任牧師 接下來下一位是 崔剛牧師 好 接下來是 三重陳世之光 陳福座牧師 是的 他們都依序的進到整個會場 是的 今天他們要來見證這個聚會 見證上帝的榮耀 見證神所忠祐的起名 好 我想接下來呢 我們要把時間交給我們 五谷禮拜堂最有活力的 由那個孟靈傳到率領的原住民牧師 來帶我們有一個敬拜讚美的一個開始 我們把時間交給他們 哈利路亞 是的 好 我們一起把讚美榮耀 歸給我們的上帝 好 因為我們等一下在敬拜的當中呢 我們一起來見證神的大能 也見證神的作為 謝謝主 我們請我們牧區的幾個 幾個非常棒的姐妹 再跟我們一起 跟我一起來帶敬拜 好 請上臺 好 你會看到我們臺上 穿了我們 原住民的傳統的服飾 感谢神 各位牧者 各位来宾 还有所有的弟兄姐妹 大家平安 感谢主 今天是一个非常开心的日子 我觉得里面很开心 就是我们牧区呢 一直以来 就是小英传道来 用很多的心力 来服侍我们牧区 让我们知道 原住民在过去里面 所带来许多 从祖先来的咒诅 很多的一些的问题 但是透过小英传道的帮助 其实我们在当中 得到了许多的 生命里面的掌承 我觉得里面 非常的感恩 能够有机会 能够在这里 一起来见证 上帝极为美好的事情 但我觉得 心中更感动的是 能够在这样的一个 特别的日子 我们可以一起来 服侍弟兄姐妹 好不好 在我们敬拜的 这个之前呢 我们先一起来 祷告好吗 我们真的求神 来把一个喜乐的灵 充满在我们 每一个人的身上 不但在我们台上的 所有的弟兄姐妹 在台下每一个人 都要被神的灵感动 阿们吗 阿们一起 同身一起开口来祷告 哈利路亚 耶稣我们赞美你 决数你的同在 要在我们的当中 把你的恩典 充满在我们 每一个人的里面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 把今天的聚会 仰望在你自己的手中 主要求圣灵 主要自由地运行 将你十天的恩高 主要你的同在 要上次在我们整个聚会 主耶稣我们谢谢你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赞美耶稣 赞美耶稣 谢谢耶稣 主啊你是何等美好的神 祝我们来领受你的喜乐 在今天这个时刻 我们真的奉你的名 要来宣告你的喜乐的灵 充满在我们的当中 祝你恩高 我们每一个人 求你真实 我们能够口开心开地来敬拜你 让我们一起 在你自己的面前来欢唱 在你的面前尽情跳舞地来敬拜你 祝你恩你是我们的主角 祝你恩是我们的王 祝你恩是我们的神 谢谢耶稣听我们祷告奉 耶稣基督的名 耶 好不好 我们全部一起站在你自己的面前 我们用两手十个 我们一起先来敬拜我们的神 当我们在台上敬拜的时候 跟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我们先来敬拜我们的神 优优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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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喜乐里面 我们里面更渴望 能够愿意把自己 再次现在主的面前 好不好 我们用第二首诗歌 我们每一个人 在主的面前说 十个耶稣 我愿意更多的来爱你 更多的来亲近你 更多的愿意把自己 再次现在神的面前来 就到上帝 真的呼召我们 每一个人成为他的女 更渴望 神更渴望 就是我们能够每一次 到他的面前的时候 愿意再更靠近 更靠近神 我们继续的来敬拜神 那是愿意更多 请敬你 因为在你 同在你 愿意尽你 可惜你 兄姐妹 各位母者请坐 只愿意更多 就是离开你 永远不离开你 是你吃饽了 生命继续 只顶在我 只顶�� 心 让我真心相信 世上不愿意地去爱你 一生只愿为你 就我欣赏自己 就没爱的是你 来完成一集 一生永不放弃 就我欣赏自己 就所找我生意 就找我秘密的心 我全面是唯一 一生只愿为你 就只愿意地去爱你 依偎在你 懂在你 更贴近你的心意 他只愿意地去爱你 永远不离爱你 永远不离爱你 是你指点我生命的清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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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半生你是你 你谁永不担心 我心上自己 谁在我身体 谁叫我命迷 我全面是为你 我谁只会回忆 我心上自己 我心上自己 谁回来的心意 我身体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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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上自己 谁叫我生命 谁叫我命迷 我身体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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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谁叫我生命迷 你谁叫我生命迷 我身体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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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那些 你属于你 我身体是你 我身体是你 心裡有誰不敢出我心想 心裡有誰不敢我生意 除了我 真有意義 我全都是唯一 生氣人為你 愚一阿命蠣讚好 愚一阿命蠣除你 愚雲舞 мет肌 愚雅 愚雄 愚雄曳 twor愚雄 愚雄 愚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酸液 继续播剧场——酸液 带我住在 你站在哪 我站在哪 MING PAO TORONTO 我看你了 你還在這 想得 你還在這 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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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在這 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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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在這 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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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 會 會 會 想 會 會 會 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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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 我感到此 我感到再下去 我感到一点 我感到不p烁 我感到没uelle 妳的不敢被窗進過身 無難被窗進過身 妳的不敢被窗進過身 太恨了妳的不敢 妳的不敢被窗進過身 妳的不敢被窗進過身 He's the way up Princess 心情不穿着 你也想 让你丢着我身 你成为难 人能为难 你成为难 人能为难 你成为难 人能为难 哈利亚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将所有的祝福都给给我们的神 我们在敬拜的时候 真的神死了的人有没有触摸到你 神那个极大的感动有没有触摸到你 我们求神在今天的整个下午的聚会 求神来掌权 让神百般的恩典跟食乐 充满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 我们同生一起开口来祷告 然后开口来祷告 主啊 我们赞美你 主啊 我们欣赏我们的赛美 我们欣赏我们的敬拜 我们欣赏你极深的感恩 哈利路亚 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谢谢你 谢谢你和平地爱我们 主啊 我们相信你喜乐的灵 已经充满在我们的里面 主啊 我们欣赏你和平地满足 主啊 因为你与我们同在 主啊 谢谢你献上我们极深的赞美 主啊 愿赏你自己来愿赏 感谢耶稣听我们祷告 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谢谢主 请坐 是的 我们口中称赞神为高 手中就有什么 两任的刀 真的神真的配得赞美 巴不得我们全身都是口 来赞美他 阿们 是的 看到今天 敬拜团带我们敬拜 真的看到上帝的荣耀 有福音派的唱法 有灵恩派的唱法 不管你是什么派 在基督里面我们都同归于一 阿们 在基督里面都是一家人 阿们 接下来我们要请I am church的牧师 松木强牧师 来为我们的聚会做开始的祷告 感谢主 哇 真的是非常的喜乐 哇 真的是天佑牧师 还有小英牧师 还有五五礼拜堂的所有的弟兄姐妹 所有牧长们 这个教会是一个强壮的教会 阿们 有这么强壮的敬拜团 他们从开始 一样的时候 我整个原住民的那个灵魂就 我很想给他冲上来给他跳舞 这样子 但是呢 因为呢 还有程序 感谢主 我们再给我们的敬拜团掌声 他们把神的喜乐带下来 你们有非常强壮的 非常喜乐的敬拜团 感谢神 我很荣幸可以被邀请来参加这个盛会 因为呢 这个小英牧师呢 是也像我的姐姐一样 因为她 我的姐姐跟她是同学 同班同学 那我是布农族的熟牧师 我以前在淡水 在你们的对面 我们的教会 第一个教会是淡江教会 现在在台北建立IM行动教会 当我接任到这样的一个大任的时候 我就跟主祷告 神就给我一个长头诗 在这个上面 我用念的给各位听 造势女子奥秘开天 因为我们的牧师常常会看到一些有的没的 感谢主 才看到天就开了 小的天机扩张神国 音乐满天喜乐和大 哇 刚刚真是音乐满天喜乐和大 是神清田国度大将 他是赵小英是神国大将 祝福你 赵小英是神国大将 但是呢 我刚刚在下面敬拜神给我的感动是 天后牧师 你训练这么好的牧者 神说不是只有一个赵小英 是整个教会都要做天佑牧师还有小英牧师做的事情 这是这个教会的命定 你们要成为神国的军队 不是有一个人做 也是走出黑暗 整个的协会最重要的宗旨 我们要在这个地方为主发光 刚刚神跟我讲说 这里要成为一个大军 新北市有你们有福了 新北市有你们有福了 祝福这个教会要成为大军 每个人都可以兴起 原住民可以起来赞美神 Hallelujah 赞美神 我们可以不用喝酒就被新酒灌满 Hallelujah 我现在有点醉了 如果再下去我要开始发愿 Hallelujah 感谢神 我要请你们好不好一起做个简单祷告 不是收牧师祷告 收牧师祷告 没什么能力 是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 把神的国带下来 请你们一起站起来 我要请你们一起拍掌 我们先来欢迎我们的圣灵 我们拍掌 我们欢呼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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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有方言的用方言 有悟性的用悟性 我们来赞美神 神我们赞美你 主我们赞美你 圣灵我们欢迎你在这边运行 今天 今天 是你请点神做大将的时刻 不只是一个大将 是整个教会都是降临 整个教会都是降临 圣灵我们欢迎你 欢迎你 浇灌下来 浇灌下来 我们继续的欢迎圣灵 Hallelujah 所以我们欢迎你 欢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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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欢迎你 更多的浇灌的同在 浇灌你的同在 赞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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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我们赞美你 主这个荣耀的时刻 我们恭恭敬敬的把我们的聚会 带到主人的手中 主你才是这个教会的主人 你也是小英牧师的主人 谢谢你 愿意清点他成为你神国的大将 主但是你的心没有满意 因为每一个在这里聚会的人 都要成为你的将领 主谢谢你 愿意兴起 主要五谷礼拜堂成为 新北市 台北市 整个北区 甚至台湾的一个复兴的开始 谢谢主 他们在这里是 新北市的一个非常大的祝福 我们祝福他们 在今天 因着小英牧师他按摩之后 因着这个协会开始 要做更多丰富的 而且奇妙的大事 我们欢迎你 圣灵 愿你照着你的节奏 带领我们的教会 带领这个聚会 谢谢主 欢迎你 也祝福我们今天 无论从哪里来 我们带着欢喜的恩膏回去 谢谢主 谢谢圣灵 将荣耀送账归给你 同心会对祷告 奉告 奉告耶稣的圣名 Amen 弟兄姐妹请坐 这个 充满有力的祷告 感谢主圣灵 在我们的当中 还有今天 不是圣灵 追求圣灵充满的聚会 不然两个小时是不够用的 是 好嘞嘞 接下来呢 我们要来 欢迎我们所有的来宾 以及所有的弟兄姐妹 那首先我要来 介绍我们的 今天小英传道他们的家人 还有哲环弟兄他们的家人 还有父母亲 有没有在我们的当中 请你从位置上站起来 还有兄弟姐妹 对 我们的兄弟姐妹 也都赞成 好家人和和儿女 好欢迎你们 请坐 好接下来呢 我们也欢迎 来自各方的弟兄姐妹 还有牧者 我们先欢迎 从宜兰来的 林良堂投诚福音中心的 张兴创牧师 传道 今天要帮你安理 有没有弟兄姐妹在我们当中的 有没有 福音中心 新创牧师 新创牧师他们 新创传道他们教会的弟兄姐妹 有他们在做接待 好 有有 好再来就是书奥 借菜种林良堂 张梦迅传道 好有没有他们教会的 好在从位置上站起来 好 我们一起拍手欢迎他们 好欢迎你们 好请坐 好接下来就是牧师群 我们有请 松木乔牧师 还有 珍妮珍妮唐 林雄坚牧师 有没有 I'm教会的 中姐妹 还有 政道神学院的 柴子高副院长 我们拍手 还有 东森博度教会 红巨熙牧师 龟山贵阁会的 王鸿 王鸿 玉传道 有没有在我们当中 王鸿玉传道 有在我们当中吗 还没有到 还没有到 还没到 好 再来就是新生命小组教会的 红丽慧牧师 好 欢迎你来 好 再来就是 泰山美门堂 张建宇牧师 好 欢迎建宇牧师 再来是五谷林良福音中心的 林玉伶传道 欢迎 欢迎你来 好 好 接下来是我们熟悉的 耶稣亚坎队的 三重城市之光 扶作牧师的教会的 弟兄姐妹一起站立起来 好不好 好 站起来 欢迎你们来 好 好 再来 还有五谷礼拜堂的 弟兄姐妹 请站起来 就是大钟在这里 新庄 好 好再来就是 新庄神人 教会的牧者 来 文宏传道 还有慧玄传道 我们今天两位来 一起來见证 好再来就是 UP生命去教会的弟兄姐妹 好不好 好 站起来 好 好 我们两位也是UP生命力教会的 是 所以应该也要往这边看一下 阿们 谢谢 大家都往后看 还有一些弟兄姐妹没有介绍到的吗 可以从位置上站起来吗 那我们来欢迎你 欢迎你 其他教会的 其他教会的 其他教会的牧者 好我们都从位置上站起来 好我们一起拍手欢迎他们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来 好欢迎你们今天来 谢谢你们的祝福 好我们今天 呃 欢迎的时间就到 还有哪一位 德英 德英小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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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欢迎 欢迎 是 哇 你们远到 这里来真的 感受到我们是一家人的气氛 真的感谢主 在基督里 我们都是一家人 好接下来呢 我们要邀请 呃 五谷礼拜堂的学生牧区 哦 来为今天的聚会 也为小英 呃 传道来做祝福的一个宪师 好不好 一起把时间交给他们 我们请五谷礼拜堂的 学生牧区的学生 来呈现 好我想 呃 小英传道的侍奉真的很不容易哦 他这个是要附上很多的 灵力也要附上很多的 呃 体力 对吗 很多的体力 还有耐力 还有毅力 各种力 都要在他的身上 呃 所以 呃 小英传道的侍奉 不单只有成人 那他接下来呢 就是他有青少年的这样的一个 港鬼的侍奉 我想未来他可能也会再出 儿童的 儿童的书 好 我想 我们要透过 他们的宪师 真的来祝福 与会的弟兄姐妹也祝福 小英传道 好 把时间交给他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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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love my soul, so I love And troubles come And I have burdened you And now and soon I may hear you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ry And sing along with m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 You raise me up To walk and slowly sing I am sure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know that I can be You raise me up You raise me up I am sure I will be In this lap This is a bad band You raise me up I am sure You will be 当我沮丧 等着我落的身后 我满意到 能承担牙心头 我愿处理 在寂寞其中等候 只当你来 陪伴在我所有 你提起我 光满半月的伤感 你鼓舞我 穿过暴风起来 我能坚强 以为 看你背叛 你鼓舞我 照顾我的身下 你鼓舞我 照顾月轻向你 你鼓舞我 满月轻向你 我并不满身上齐 你鼓舞我 但你肯舞我 肯舞我 照顾我自己 我无需 你肯舞我 万人 满月轻向你 你鼓舞我 满月轻向你 你鼓舞我 满月轻向你 你鼓舞我 我满月轻向你 你鼓舞我 满月轻向你 我能堅強 以為靠你陪伴 你鼓舞我 牽入我的鄉下 你鼓舞我 牽在越去山林 你鼓舞我 牽越擁抱你心 我舞伴 牽掛是我依靠 你鼓舞我 牽在越自己 你鼓舞我 牽在越去山林 你鼓舞我 牽越擁抱你心 你鼓舞我 牽在越去山林 你鼓舞我 牽在越去山林 你鼓舞我 牽在越山林 我已經 過不去 你前方是我依靠 如果 我將會照顧自己 如果 我將會照顧自己 在我們人生的每一個階段 都要有神來鼓舞我們 我們謝謝他們帶來這一首 你鼓舞我的這一首歌 我相信神最能夠鼓舞我們 在最艱難的時候 我相信小英傳道 如今能夠站在當中 我相信也是上帝不斷地鼓舞他 兼顧他 在他軟弱的時候扶持他 在他孤單的時候陪伴他 不僅是他 我們在座的每一個人 都可以做這樣的見證 我相信今天小英傳道在這裡 也因為是有牧者陪伴他 那這些牧者呢 就是巧林牧師 我相信過去怎麼樣陪伴他 現在到將來一樣可以陪伴他 現在我們就把時間交給巧林牧師 我是代表我們考木團的紀錄 然後做一個報告 這個我們當天考木團的一個整理 當天我們12月21號 我們進行了一個考木 那有萬曉韻牧師 朱簡牧師 林雄杰牧師 王天佑牧師 還有林彩雲 老師還有我 那主考的牧師是萬曉韻牧師 我是紀錄 那當天就是了解這個 而且這個在一起的交通當中 清楚小英傳道是清楚神的蒙招 然後在神學在真理上是有根基的 那他在地方教會的侍奉 也顯出見證來 特別這幾年就服侍台灣眾教會 也顯出很大的果效 那小英牧師因為他 小英現在還能 還只能傳道 對不起 小英傳道 還沒按摩 小英傳道 大家很關心他的 是因為他奉獻 他服侍 那他的家庭要很大的支持 所以大家也很關心 關於他的家庭 他的夫妻 還有他的孩子 這一方面 他也表達他非常的看重 家庭 怎麼樣把自己的時間做好 最好的安排跟管理 好 大家也問到 關心到 就是他在教會裡面 他在牧養的侍奉上面 他是佩搭五谷禮拜堂 的牧區的服侍 帶領這個門徒 興起更多的門徒 不只是他做 他希望興起更多的門徒 像他一樣能夠做 幫助釋放人的釋放 那成立 這個走出黑暗的協會 其實有一個更廣 更重要的一個負擔 就是希望幫助台灣 更多的教會 那小英傳道有提到說 他看到台灣有許多弱小的教會 資源不是那麼足夠 他很願意幫助這些的教會 然後也成為這些牧者的朋友 那這就是走出黑暗協會 這個一個成立 他心中一個很大的負擔 希望藉著這個平台 成為服侍眾教會 國度裡面被神使用 然後也幫助眾教會 能夠帶起更多的門徒 能夠幫助台灣的 許許多的百姓走出黑暗 好 那這是簡單的紀錄 好 報告到這裡 謝謝 謝謝主 小英傳道真的幫助 許多弱小的教會 幫助他們走出黑暗 我相信我們每一個人 都需要走出黑暗 盡到光明 Hallelujah 接下來我們要透過信息 幫助我們從黑暗盡到光明 把時間交給王天佑牧師 來分享今天的信息 各位牧者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好 來我們一起來看上帝的話語 我們要讀一段經文 貼紗羅林家前書第二章四到十一節 好 我們一起來讀好嗎 預備來 但神既然厌重了我們 把福音托付我們 我們就照樣講 不是要討人喜歡 乃是要討那 查驗我們心的神喜歡 因為我們從來沒有用過 慘媚的話 這是你們知道的 也沒有藏著貪心 這是神可以做見證的 我們做基督的使徒 雖然可以叫人尊重 卻沒有向你們 或向別人求榮耀 只在你們中間純心溫柔 如同母親如養自己的孩子 這樣愛你們 不但願意將神的福音給你們 連自己的信命也願意給你們 因你們是我們所疼愛的 弟兄們你們 神祈念我們的辛苦勞碌 晝月做工 將神的傳統給你們 免得叫你們一人受累 我們向你們信主的人 是何等聖節公義 無可指責 由你們做見證 也有神做見證 曉得我們怎樣勸勉你們 安慰你們 主婦你們個人 好像父親戴自己的兒女一樣 好我們剛剛讀的這段經文 那麼保羅他第一句話說 但神既然厭重了我們 把福音托付我們 保羅在這裡強調一件事情 就是他能夠成為使徒 是誰厭重他 是誰厭重他 是神厭重他 不是人厭重他 好剛剛我們很特別的 我們第一次有報告這個 考慕團的這個結果 是我們的確有一個考慕團 但是呢不是人厭重他 是神厭重他 要人厭重他很簡單 他那天有送我們 每一個牧師一盒那個蘋果 我看價值至少 超過一千塊以上 所以我們怎麼能夠 不讓他通過呢 對不對 所以要人通過很簡單 而只有人通過 他也沒有辦法做一個 很有用的 被神清點的神國的器皿 所以保留說他是 上帝厭重他 那厭重什麼呢 我相信不是因為他的學歷 我是蠻佩服小英 他這個侍奉這麼忙 又有家 孩子還要大考 但是他還去神學院很認真的讀書 所以這個請問財老師 他什麼時候可以拿碩士學位 什麼時候 我問教育長 教育長 什麼時候可以拿碩士學位 如果沒有意外應該明年 我明年來 國長講明年還是幾年 明年了 好 但是呢我們本來說 要不要等他碩士啊 不 其實上帝厭重我們 不是因為我們的學位 當然如果有一個學歷 有去神學念書 當然是很好 但是學位也不能讓神厭重你 那神厭重他什麼呢 我相信也不是因為恩賜 雖然小英傳道很有恩賜 我們都知道他 這個很有感鬼的恩賜 那麼這個恩賜 就是已經有目共睹了 那他也有先知欲言的恩賜 也有帶敬拜的恩賜 也有教導的恩賜 他有很多很多的恩賜 但是呢讓神厭重他的 也不是因為他的恩賜 那到底神厭重他什麼呢 其實這段經文講得很清楚 我們在讀 我們讀這個白色部分 乃是討納什麼 查驗我們心的神喜歡 所以我們能夠讓神厭重我們的 都不是我們的學歷 我們有什麼樣的條件 而是我們的心 我們的心 所以我覺得我在這裡就 用這段經文保羅告訴我們 成為一個牧者呢 需要有四個心 我在預備這一篇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小英 是已經有這四個心了 可能都比我還要強 他比我更有資格當牧師了 已經有這四個心 但是呢我想我們在這個地方 一起來看這四個心 一方面再次勉勵小英 能夠繼續持守這四個心 另外呢也勉勵我們在這裡每一位 不只是牧者 我們每一個人要被上帝使用 我們都需要有這四個心 第一個心是什麼呢 來我們再讀一次 貼撒努尼加前書二章第四節 預備請 成為一個牧者呢 第一個條件 就是保羅說 我們不是要討人喜歡 乃是要討那 查驗我們新的神 喜歡 所以第一個牧者的條件 就是要很忠勳 忠於傳講真理 我們是忠勳於人 而不是為了討好人 是要討神喜悅 而不是討人喜悅 請問小英你有這個心嗎 非常有 他非常有 小英蠻兇的 你們知道嗎 他這個 其實他平常都很溫柔 但是一旦不合真理 哇他就很兇悍了 這個我們這個2013年的時候 他跟這個同運人士槓上了 差一點招來殺生之禍 他就是這樣 其實我都不太敢講什麼話 這個我覺得他真的就是 他就是不討人喜悅 不是討人喜歡 要討神喜歡 該講的他就講 他覺得你做得不好 他就會願意講 我覺得他很有這一方面的 我覺得這是神很喜悅他的地方 就是他很忠於神的道 忠心傳講真理 不討人喜歡 而是要討神喜歡 我相信這個是神 第一個 厭重他的地方 盼望小英能夠繼續持守這個 盼望我們在這裡 我們一起來學習保羅 學習像小英一樣 好不好 再跟你旁邊講的是 你要討神喜歡 不要討人喜歡 討人喜歡 他很厲害的 這個我們最近來了一對 要被他做一致釋放 結果那個丈夫有 這個家暴 這個人家要來被一致釋放 你應該安慰他 他就說你在家暴 我就幫你的太太申請 這個保護令 你看很厲害的 不給人家 不假以顏色的 所以我們很需要 學習這種很忠心 這個傳講真理 好 第二個呢 我來讀就好了 因為我們從來沒有用過 慘媚的話 這是你們知道的 也沒有藏著 貪心 這是神可以做見證的 我們做基督的使徒 雖然可以叫人尊重 卻沒有向你們或向別人求榮耀 好 這裡面提到 我們一個服侍族的人 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要有一個很單純的心 好 除了忠心 我們有一個很單純 好這裡面提到說 沒有貪心 裡面沒有藏著貪心 然後也沒有想要向人求榮耀 好 所以一個神的仆人 就是不畏利不畏民 我覺得這一點 也是讓我很 我很佩服小英的地方 好 那大家都 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不大知道 他雖然是我們教會的傳道人 但是他是義工 好 他沒有領教會的薪水 好 他在外面講到的 這個 他是上了蠻多課 他的書也很暢銷 已經到第八刷了 好 但是呢 他沒有一毛錢 放到自己的口袋裡面去 好 我真的覺得 他就是不畏利 好 所以這個地方呢 那他錢從哪裡來呢 那當然就是很感謝他的老公了 好 來請哲環站起來 讓我們謝謝他一下 好 我覺得 我們一定要認識小英傳道他的 這個丈夫 就是那個背後支持他的 他 我從來沒有聽過 這個哲環會抱怨說 為什麼他這麼多侍奉 其實他的侍奉非常多 好 他很忙的 特別是到中立真理堂 被從早用到晚的 這個 牧師爺爺 你也太過分了 這樣抄他 哈哈 但是呢 我覺得 哲環毫無抱怨 無怨無悔 願意辭職他 我真的覺得很感恩 所以他不畏名不畏利 我相信這個是上帝 能夠一直使用他的原因 所以好不好跟你旁邊講說 你要有單純的心 求主讓小英 他現在越來越有名了 這個他現在我們很多人 包括我都是一樣 我說有人 這個我有人問我說你是哪裡 我說五谷一拜堂 我以為他聽過王天佑 他說那個叫小英在你們教會 我心裡面想 你怎麼不是說王天佑在你們教會呢 所以他越來越有名了 這個是一個試探 這個是一個試探 所以求主幫助他 幫助他 不畏名不畏利 這是第二個 很重要 沒有人認識我 好 第三個呢 第三個心就是 只在你們中間純心溫柔 如同母親 養自己的孩子 我們既是這樣愛你們 不但願意將神的福音給你們 連自己的性命也願意給你們 因你們是我們所疼愛的 一個牧者 一個牧師不是有了牧師的頭銜 就是牧師 他必須是有這個像媽媽一樣的愛 很用溫柔疼愛去乳養羊群 那我想呢 這個我從認識小英的時候 我就覺得他對羊群 他對他的門徒 是真的這個掏心掏肺掏錢 好 願意把一切都給出去 也願意把家都開放 阿創你住過他家嗎 結婚以後 其實小英是一個宅女 他是典型第五型的 是很宅女的 我很佩服他 你叫我家開放 讓我的門徒住在我家 而且很長一段時間 我真的要很掙扎 那他其實是很喜歡一個人 很自由的 但是他真的願意 把家這個甚至把一個廁所隔出來給他們 是嗎 好像做過這個事情吧 新婚的時候 這個我真的覺得他就是這樣 很願意把自己給他們 連自己的性命也願意給他們 感謝主 我覺得保羅是媽媽 小英也是媽媽 我覺得我們很盼望我們教會裡面 有更多人是有這樣為母的心 好不好跟你排名 你要為母的心 所以求主讓小英 這個案例牧師以後 繼續的有那個母親的愛 去擬養很多的孩子 其實很多的人就是很需要這一份 疼愛 求主讓他繼續持久下去 好 最後一個心是什麼呢 我們看見了 我們一起讀好不好 來 弟兄們你們紀念我們的辛苦勞碌 昼夜做工 傳神的福音給你們 免得叫你們一人受累 我們向你們信主的人 是何等聖節公義 無可指責 有你們做見證 也有神做見證 你們也曉得我們怎樣 勸勉你們 安慰你們 好像父親 保羅說牧者不只是像母親 還要像什麼 父親 母親的愛 比較強調的是很軟的愛 就是溫柔忍耐 父親的愛呢 是比較硬的愛 所以這個父親呢 要有兩個條件 第一個條件就是他是可以勸勉 所以這裡面提到說 你們也曉得我們怎樣勸勉你們 所以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其實我看小英他對門徒 真的就是什麼都願意給他們 但是他罵起來也很兇的 也可以是把門徒 他不會客氣 勸勉他們 被小英傳道罵過的人 舉手一下 好 第一名應該是張心壯 所以他今天抱病都要來分享一下 這個我們勸勉 他不但給人軟的愛 他也會給人硬的愛 所以有時候門徒會受傷 他也會受傷 這是會的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父親就是要勸勉 嚴父慈母 那另外呢 父親很重要的就是要有榜樣 保羅提到他有兩個榜樣 第一個就是他是一個很認真 侍奉工作的人 這是一個好榜樣 那小英傳道 我真的覺得他就是一個非常認真工作的人 我很喜歡跟他配搭 他真的就是做事情就是非常快 交辦他什麼事情 絕對不會這個爽約 我覺得他是一個非常好的同工 跟他同工起來是非常愉快的 他就是一個很認真 辛苦勞碌 昼夜做工 傳神的福音 第二個呢 就是生命的榜樣 這裡面保羅說 我向你們信主的人 是何等聖結公益 無可指責 所以小英當然 不可能無可指責 還是蠻多可以指責的地方 但是他的聖結跟公益 是我們的這個榜樣 所以我真的覺得 我用這段經文來印證 小英是有這四方面的心的 好 那我也用這段經文 其免小英可以繼續的持守 這四個牧者的心 那也盼望我們在這裡的每一個人 我們都學保羅 學小英 我們也可以成為一個好的牧者 Amen Amen 是的 因為有這樣的心 所以上帝就悅納小英傳道的侍奉 我相信我們每一個做牧者的 都要有這樣的心 什麼樣的心呢 忠心 單純的心 為母的心 為父的心 好接下來呢 我們要請中立真理堂的 林雄街牧師 來為小英傳道勉禮 親愛的天佑牧師 親愛的巧琳牧師 以及各位在場的牧長同工 大家午安 大家好 好 今天很榮幸 能夠擔任小英傳道的這個 按摩團之一 那我認識小英傳道已經兩年多了 我記得在2013年 這個年初的時候 我有一位在高雄牧會的 一位屬林的兒子打電話給我 他說林哥 這個跟你報告一個消息 那他說這個 因為這個在高雄牧會的這位傳道 那他過去是吸毒的 吸毒犯 然後被抓 然後關在監牢裡面 那我送他去監獄 這樣子 那大概兩年後 回到我們當中 就在他最艱難的日子當中 我牧養了他 他稱呼我為他屬林的父親 那在過往的日子當中 有很多這個 醫治釋放的講員來到我們教會 那對 但是對這位傳道來說的話 都沒有得到一些太過明顯的釋放 那他的毒癮已經戒掉了 完全就戒掉了 但是那個心癮是最難的 那他用酒 他的酒癮不斷 所以每一次 這醫治釋放的講員來到 我們當中的時候 他的酒癮總是 每幾天就發作 然後就開始這個 所以在門讀訓練的過程當中 非常非常辛苦 那這位傳道打電話給我 他說林哥 我告訴你好消息 你有沒有聽過趙小英傳道 我從沒聽過 他說 他來到我們高雄 哇他的服飾震撼 他說如果以前的醫治釋放的講員 他們的那個武器如果只是子彈 他是大炮 他說真的很厲害 他說他的酒癮 各方面來講的話 他說是完全釋放 當然我還沒看過他 但是他真的 他說我真的 小英傳來到我們當中的時候 真的我得到很大很大的釋放 他說你知道嗎 他的書叫走錯黑暗 我說我沒聽過 沒有聽過 他說我告訴你 現在已經若陽子貴了 趕快去買 所以我趕快去買了一本 我就來看 一看了以後 我就對他的書 有一個很大的特色就是 他把一些不同類型的鬼 把它分類成不同的部位 這點我過去沒有聽過這種說法 很特別很特別 所以我說好 我看他裡面的大概傳達的真理 還OK都沒有問題 所以我就邀請小英傳達來我們教會 一來之後 我覺得我印象最深刻的地方 就是他提出一個很重要的觀念 他說趕鬼的事工不難 很好玩 他一直不斷地講 很好玩很好玩 就像一陣黑煙一樣 不是很恐怖的 我們當中很多兒童青少年 也都被他所感染 趕鬼是很好玩的事情 尤其是 所以我就那時候就開始推動趕鬼兵團 那我記得他這個 離開的時候他跟我提 他說 林牧師 他說我發現你們教會兒童青少年 非常的多 佔的比例 佔到百分之八十五以上 這樣的一個教會 他說我很願意再回來 服侍你們的兒童青少年 我記得他第二年 回到我們就2014年來我們當中的時候 他就針對兒童青少年問題 來趕鬼 結果把我嚇壞了 所談到的動漫 這種電玩 什麼塔羅牌 一大堆這些東西 我過去 塔羅牌倒是聽過 動漫 我這個年紀的 我已經62歲了 我從來沒聽過 一大堆很清楚 但是呢 我們35 35歲以下的 年輕人 沒有一個能夠 有幸免於難 每一個 都打中 而在趕鬼的過程當中 非常的激烈 非常的激烈 有過去 我覺得有些人很難造就的 經過小英團道這樣的服飾 通了 讓我非常訝異 中立真理堂非常看重 門徒訓練 尤其是兒童青少年的訓練 對門徒訓練 我發現 我竟然不知道 我們有個很大的洞 過去是不知道的 就是動漫 電玩 網路 成癮 是個很嚴重的問題 非常嚴重的問題 而透過小英團道的服飾 哇 我們教會 幾乎都熬熬青少年 他們沒有一個 倖免於難 每一個 勾的時候 一大堆 趕的時候非常的激烈 哇 一個看中門徒訓練的教會 竟然留一個大洞 我們六十歲以上的牧者 竟然不知道 有這個大洞在年輕人當中 我一方面非常欣賞 今天立慧牧師在我們當中 新生命小組教會這幾年 我覺得我非常佩服 他們也非常的慷慨 把新媒體教會的意象 傳達給全台灣各教會 我覺得今天站成一個蜂巢 對不對 他們在好多年就開始談 就開始提新媒體教會的意象 你看太陽花學運 還是後來才發生的 他老早就看到 這個危機性對不對 再加上九合一選舉 這種網路的這種 哇 大家不得不佩服 新生命小組教會說 帶出這個意象 但是我曾經也問過 顧牧師 我說網路成癮的部分 你怎麼辦 今天所有的年輕青少年 大專生都不要提了 都在三十五歲以下 他們都網路成癮 這個網路的癮還沒脫離之前 又掉進去的網路當中 不是完蛋了嗎 我就很擔心這個事情 但今天在小英傳道的這個複製 我覺得可以平衡 趕快就 如果讓年輕人 在網路世界當中 能夠披荊斬棘 能夠成為強大的網軍的話 網路成癮 要趕快解決 而且是要快速的解決 所以我最近我在跟這個小英傳道挑戰 就像剛剛蘇牧强牧師給他預言 或是淡江教會給他預言 他是小英傳道是天國的大將 我跟小英傳道做個挑戰 我小英傳道 今天你服侍我們一個年輕人 你可能經過三次的服侍 他才得到釋放 你可不可以加快一點 一次就 一槍斃命可不可以 要做就做更快的 小英傳道我剛剛講過 剛剛挑戰對不對 我覺得上帝在用它 我覺得今天台灣的教會真的需要 趕快讓年輕人脫離網路成癮 才能成為強大的網軍對不對 你掉進去 你掉到陷阱裡面 一大堆的色情的東西 你甚至過嗎 一些東西所有的言論 都是負面的言論 都在裡面謠言來謠言去的 我們那年輕人如果在網路 硬還沒脫離之前 你掉到網軍當中的話 他被對方俘虜了 你不要打這場仗了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小英傳道在這個時候的興起 非常的寶貴 我非常欣賞 等於在本土 我們華人界的 一字字幕的講員當中 他絕對是最傑出的一位 所以當他在考慕 暗慕的裡面 我非常的樂意 我知道我對小英傳道這兩年的認識 正如天苑牧書所講的 我們把小英傳道抄得很厲害 從早上抄到晚上 那我每一次 我刻意要了解 他到底是恩高的多強對不對 每一個來服侍的同工 我都不講他是誰 背景我都不講 我要撤他一下 很準 一講就講到重點 一槍斃命 所以我真的覺得他只有恩高的 在一字字字幕的裡面 絕對是上帝所拣选的一位 絕對是 而且他有很多先鋒性的看見 你看鬼還藏在部位的裡面 就讓趕鬼變得容易了 對不對 那他是有恩高的 而且最重要他的品格 他的靈命沒有話講 我覺得我可以為他做見證 舍己 慷慨 真實 愛慕真理 所以在考目當中 我是非常的支持 他可以被安定成牧師 我講到這裡 我一方能感謝新生的教教會 在過去的日子當中 為台灣所做的貢獻 那小英傳道的出現 我覺得我更要感謝的是 五谷禮拜堂 天后牧師跟小林牧師 你們做得真好 在他的品牌效應 還沒有出現之前 還是一個無名的趙小英 傳道嗎還是姐妹 還沒有磨出來之前 他經過非常艱困的日子 被人家誤解 而小林牧師 你做得真好 你陪伴著他 為台灣的許多的教會 我真的要為全台灣好 許多的教會 感謝天牧師跟小林牧師 你們做得真好 你們孕育了一位天國的大將 祝福台灣許多的教會 不只台灣 中國大陸 北美 今天北美的來了好多位 對不對 都得到他的幫助 所以在這裡 我真的現場的感恩 我更要感謝的是 小英傳道的先生 哲還弟兄 謝謝你 犧牲了很多的這種家庭 你就支持小英傳道 來祝福了許多的教會 中立真理堂 絕對 我們現場最大的感恩 我們各個牧區 都寫了一些感謝的卡 今天要送給這個 小英傳道 所以再次的我獻上我的感恩 我們用掌聲好不好 把人要克服上帝 謝謝主 謝謝林牧師的勉禮 也見證小英傳道的侍奉 真的可以看到上帝 借著小英傳道 看到上帝的大能 真的是奇妙 求神繼續來恩高小英傳道 下次有人做見證的時候 不是只是大炮 而是什麼 轟炸機 這讓更多的教會 蒙福蒙恩典 但是 要用它的時候 請稍微保留一點 它的體力跟時間 不要從早上到晚上 但是他也很樂意 接下來我們請正道神學院的 才子高副院長來勉勵 感謝主讓正道神學院在小英傳道 這幾年的當中 讓我們有奮於他的裝備 其實他是 如同大家說他是非常有恩賜 那可能比我的老師有恩賜太多了 那我有幾次接到他的電話 他向我詢問一些他要做的決定 那我其實心裡在想 你不是先知嗎 為什麼要問我這樣 那我不是先知 那 但是我想他有一顆 查驗 神放了他心裡的感動 他尋求老師給他的建議 那我們神學院為了 每一位我們畢業的校友 或是我們的學生按摩 我們製作了一個匾額 那目的是因為 我知道他們今天 他今天聽了很多的東西 他可能會忘掉 所以我們就把它刻起來 然後讓他可以常常看到 那我在這裡就 宣讀我們神學院給他的這個辯 趙小英傳道 暗幕赫免 若有人服侍我 就當跟從我 我在哪裡 服侍我的人也要在那裡 若有人服侍我 我父必尊重他 我想這段經文告訴我們 我想暗幕是更深的來服侍神 暗幕是更深的來跟從神 暗幕的目的 乃是讓我們更深的來服侍這位 又真又活的神 讓我們的服侍 能夠更深來跟隨他 他在哪裡 我們就在哪裡 那我想這就得著上帝 親自來的尊重 那我就把這個 這樣一個餅額就贈送給趙小英傳道 謝謝 謝謝副院長給小英傳道的勉勵 我也真的覺得 小英傳道他真的是一個很謙卑的人 就對他的認識 那我也想到一段經文 他真的是行公義 好憐憫存謙卑的心 與神同行 也看到他真的是刀子口 豆腐心 就像天后牧師剛才講的 很有為父為母的心 那他也是蠻熱情的一個傳道人 那他過去是一個無名的傳道人 現在呢 他雖然是牧師 我也發現他也是蠻低調 除了侍奉以外 那求神繼續來用他 這樣謙卑為懷的心 來服侍我們的神 接下來呢 是我們暗默的典禮 我們會先請 曾經帶領過他的 弟兄姊妹來見證 我想首先我們先請 新創傳道 是嗎?我們先來請你分享 小英傳道在你身上所做的付出 我們請你上台 他怎麼樣揉力你 踐踏你 拆揮你 建造你 你都可以分享 那我相信這樣的牧者是好的牧者 弟兄姊妹平安 各位牧長平安 我是小英傳道 還有張哥的屬林兒子 算是屬林的長子 那長子相對要付出極大的代價 所以感謝主 我今天我昨天在想這個 就是說到底這邊要怎麼來見證 我的偉大的屬林母親 小英傳道 那我 我是85年 民國85年 就是認識張哥 張哥那時候是我的老師 是他們帶領我信主 那我記得我們 我們那時候小英姐她其實就充滿了許多傳福音的熱情 那還有就是剛剛天原牧師所分享 她真的是一個為母的心 那她為了能夠傳福音給我們班上的同學 因為我當時是班長 那張哥就邀請我們來參加他們家的一個福音的聚餐 那時候懷著憂心 那差一點就是為了煮這個晚宴 然後差點流產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感謝主 就是說他們真的是 這一家人呢 真的是神要大大使用的家庭 那也是仇敵想要拆毀他們 想要毀壞他們 那 那我們其實當時的小英姐對我們的門訓 其實是又嚴格又溫柔 那怎麼說呢 我們當時其實一群 我們這一第一批的門徒 都是小英姐的白老鼠 所以所有的這一些金粉啊 所有的這一些侍奉啊 趕鬼啊 各類的鬼啊 都是從我們身上趕出去的 所以感謝主 這是我們有臨床實驗過的 對我們當時其實就是 每一次住小英姐家 每個禮拜固定去她家報到 那你知道有一個先知成為你屬林母親 是壓力非常大的 阿門 當我們進到那個電梯的時候 我們就要開始看一下我們的臉 我們的臉是不是有鬼的跡象 所以我們其實每一個 每一次只要進小英姐他們家 那個電梯門口的時候 我跟我弟我們都要先檢查一下 我們這個禮拜豆子有沒有多一點 然後呢壓力非常的大 然後一方面就是說 你知道常常進出 靠近神的人 就是聖節之地 是需要拖鞋 是需要自節的 所以我們每一次其實很感恩 當我們每一次 我們就是來跟小英姐 那在他們家生活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是非常真實的 那我說為什麼小英姐 今天就是就算拿著拐杖也要過來 來講見證 是在我人生當中 我的命是小英姐救回來的 我從過去的黑暗的權勢裡面 淫亂的權勢裡面 神幫助我 神透過小英姐 那我的婚姻 也是小英姐來安排的 我的每一場典禮 我的人生 我神學院畢業等等 小英姐都出席 我的每一個孩子 我現在有三個孩子 每一個孩子的最大包的紅包 當然除了我的父母親以外 再來就是小英姐最大包 所以他真的是讓我看見 他非常的慷慨 他省自己 然後用給別人都是最好的 那我們成為他的小羊 非常的幸福 那所以真的是很感謝主 今天讓小英姐能夠造就我 那不只造就我 我弟弟也被我拖下水 然後我爸媽也一起進到 這一個愛子的國度裡面 我們現在全家一起侍奉兩間教會 一個在投誠 一個在蘇澳 那這教會也是 張哥跟小英姐一起跟我們一起開始 然後一起付出 擺上許許多多的代價 他們的奉獻 我頭一年在蘇澳芥菜種 頭幾年 頭幾年在蘇澳芥菜種的薪水 一半是張哥出的 一半是我爸爸出的 所以我們就這樣憑信心 越吃越胖 感謝主 所以真的是神的豐富恩典 真的在這個家庭裡面 那當時呢 我父母親能夠信主 今天我們全家人都在當中 對 要不要我們起立一下 給大家看一下 我弟弟弟弟妹 我爸爸媽媽 我們家今天 怎樣都要趕過來 雖然上午都各自有崇拜服飾 但是怎樣都要趕過來 是因為小英姐真的對我們家 造就了很多 而且也帶領我們很多的侍奉 然後我爸爸媽媽 我媽媽會信主是 特別要提一下 就是當時其實 我媽媽是十幾年的瑜伽老師 所以她的生命當中 其實被一個蛇靈給挾制 非常的深 到後面她是 沒練瑜伽 她就全身會發抖 然後沒有力氣 甚至 那我們 就第一次的短宣隊 就我們當時的 借蔡董短宣隊 就到我們 蘇澳那個地方 那我們 因為當時教會還沒開始 所以我們就借當地的一個信義會 是我弟弟他們的母會 那 福音派是完全沒有看過這個事情 所以當時我媽媽彰顯的時候是 像一條蛇一樣 我們六七個大人 抓他抓不住 然後就在地上這樣鑽 然後 當場那個傳導人也嚇到 也不知道怎麼辦 那當天晚上 我們就開始 就是 就是 那個神就給小英傑啟示 就是說要把那個瑜伽證書 給剪破 破除那個黑暗的詮釋 就這樣 然後 感謝主 那一天晚上我媽媽就得著釋放 好 那 我爸爸也說 哇 原來他跟一條蛇受了那麼多年 他不曉得 所以感謝主 我爸爸也看見神的工作 就信主 那現在呢 他們 我爸媽是成為我們 很棒的 長輩長老 在整個扶持整個教會一起的釋放 所以我們就從這樣的開始 所以 就特別我們在這一些鄉村的地方 黑暗全是非常的深 所以我們其實 會面對許多的屬林征戰 還有許許多 小英姐都成為我們很大的支持 我只要一通電話 他就願意馬上殺下去 然後馬上 過去扶持我們 然後陪伴我們 甚至 與我們一起服侍 甚至在我們 很多的年輕人 到如今 其實都 都還受惠於當中 所以感謝主 我們真的是今天真的很榮幸 有這個機會 可以 代表我們第一批門徒 來向小英姐 來恭賀 恭喜 謝謝你 你造就了許多天國的人才 你也造就了許多的門徒 然後讓我們能夠繼續在台灣這塊獨地 世界各地可以來服侍 可以來奉獻 我們把榮耀歸給神 好 榮耀歸 謝謝新創的見證跟分享 感謝主 原來 歸也可以從青春痘身上可以看得到 看你的臉已經沒有青春痘了 感謝主 上帝已經釋放你了 好 榮耀歸 接下來我們也請 也是小英傳道第一代門徒 張惠美 姐妹來見證 好 我們請她上台 來 各位牧長 弟兄姊妹平安 我是惠美 今天很榮幸能夠在這裡 來分享為主作見證 話說認識小英姐大概有14年 14年之久 我記得那天 進到十里娘堂的時候 在那個小組的聚會敬拜裡面 我就很感動 後來她幫我按手禱告的時候 我就整個人被一個很強的能量充滿 後來她就問我你怎麼感覺 我就說能量很強 因為那時候 其實我是有練過氣功 我對能量是很有感覺的 我們常常會去採氣啦 或是去 甚至於我也可以用 當時已經可以用氣功 為自己治病或是為我的同事按手了 那就是這樣子 其實她14年前的時候 恩高就很強了 不是今天才那麼強 那我覺得就是很感謝主 就是有她安排她成為我 一個母親來帶領我 我覺得因為對她的帶領 我覺得我生命有很大的改變 因為我覺得我原本是一個很軟弱的人 那就是她這樣的帶領我 建造我的時候 我覺得我可以靠主鋼槍 靠著神的恩典鋼槍 就是第一點 我覺得她是一個就是 很有恩賜很有恩高的人 那第二個就是說 聖經裡面在林前 十三章第一節說 若有了那個恩賜能夠說萬人的方言 天使的言語沒有愛是明的羅給想的吧 一樣 她是一個非常有愛心的人 其實剛剛前面 從牧者 所有的牧者牧師還有同工們 都已經分享她是如何的有愛心 我覺得我就14年 14年來 我就是在她的身邊 就看到她就是相當的有愛心 對於一些貧窮的人 或者是她聽到的 不一定是身邊的同工 她才這樣的對待她 有可能是比較遠的 或是某某需要幫助的傳道 或是某某貧窮的人 她就會就是很慷慨的奉獻 很慷慨的就是這樣子給出去 而且她是暗暗的給 我知道她暗暗的給 很多很多很多比 暗暗的幫助很多人 她是這樣的很有愛心的人 我覺得我很感動 那我覺得就是跟著她這樣子的 這樣的學習 跟著她這樣的帶領 我覺得我的生命也受到很大的感染 我覺得我今天能夠 有一點點的能力能夠去分享 或者是去愛人 我覺得完全是從她身上所學習的 那當年我們也是 我也是睡她家的其中一員 我一直睡到結婚 那我覺得很感動 就是我們週末假日的時候 其實那時候 那時候我對於人生的未來 很不確定 感情未來事業 我都不曉得 就是假日的時候她就 要不要來我家 我就很開心 就去她家 然後我就開始聚會 聚會森林充滿 聚會森林充滿 就是這樣的經歷 這樣打下了很好的 屬林的根基 我覺得就是 很感謝就是身上有她的 一點點的DNA的傳承 我分享一個 我一個小小的個人的 像我現在在念施打念嚴別 上個月有個同學就生病 就忽然之間好像長 長得到一個很嚴重的痠症 有生命危險的 然後我就電話 在裡面跟她聯絡一下 我就趕快去幫她按手禱告 可是她隔天就很奇妙的 結果出院了 我就想說主要是你的恩膏在我身上嗎 我覺得就是 好像就是在她的身邊裡面 就是 有感染到她那種服侍的 服侍的精神 還有那種服侍的恩膏有傳承到 那第三個我要分享的就是她 榜樣 我覺得她是一個 她其實在我們的時候 她很早就是很願意為主死的人 她就是 榜樣就是為主舍命的人 那第二個她是為養舍命的人 就是我覺得我看到她 還有她坐在我身上 就是我生命裡面有大事小事的時候 她一定是第一個 跑到我前面去幫助我 不論是在工作上 工作上我曾經經歷過 恩 那種類似合約的糾紛的時候 她就是 第一個就 就是 很 很激烈的 要幫我出頭 要幫助我這樣 她的愛是這樣的 很強烈的 我覺得 很強烈的就是 好像倒在我的身上 我真的很感動 我今天 很榮幸能夠站在這裡 為主做見證 我也要說小燕姐我愛你 謝謝你 那我今天也 我也很榮幸就是能夠親眼見證 就是她的愛 以及神使用她 發揚到國度 還有世界各地 恩 感謝主 那我小燕姐 你是我永遠的榜樣 我也會學習你 更多的服飾更多的愛祖 更多的擺上更多的舍己 謝謝你 謝謝 費美的分享跟見證 這個為父為母的心 真的是讓許多的羊群願意 成為神貴重用的門徒 我想接下來是非常 嚴謹嚴肅的時刻 是要正式按理小燕傳道為牧師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影片 先請那個 我們播出一段走出黑暗的影片 然後我們把時間交給我們的同工VCR 歌詞 歌曲 如果我來投降 歌曲 尹尹尹尹尹尬 更多的苦 彼此 I am still and wait here in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et a fire with me You raise me up so I can't stand the mountains You raise me up to all those stormy seas I am strong when I am on your shoulders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You raise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我看到小怡姐在他心臟的時候 就看到那個心電喀就突然跳起來 我真的是覺得說真的是手能力跟醫治 施放能力就已經在她的身上 真的是感謝謝神 因為醫生已經跟我宣布說不可能 20012年的5月我是得骨肉癌 然后转移到肺两次 还有最后一次 先告诉我说肺有两个病状 还有肛脏两个 那11月1号的时候 小英姐为我释放第一次 本来我不相信基督徒身上 虽然有鬼 但是我身上真的蛮多鬼的 然后以前我读经也都13年 我就会身上了 那这一天之后回去 我就觉得我身心好活泼 那第二次释放之后 医生就跟我说 我的肛脏是没有问题的 那只是一个小的缺乏 我觉得他们上次在台北 参加完释放特会之后 然后回去之后 就发生了一个蛮奇妙的事情 就是我的姑姑在二三十年前 欠了我爸爸妈妈 就是有一笔很大的钱 大概有几百万这样子 那后来我妈妈回台南之后 突然我的姑姑打电话给我爸妈说 请我爸爸妈妈去 去我姑姑家一下 就我姑姑就跟我爸妈妈说 他省吃减用存了20万 还还给我爸爸妈妈 存了工作 因为我觉得挖酒这些东西 有一些贫穷的力 然后有一些疾病 然后我妈妈最近 就是做了四十天的祷告 你跟大家讲 咳嗽 咳嗽都好了 一年到头都在咳嗽 韩诺的机会开始就成立了 我还没关系 到了博二上学期 快到上学期的时候 有一次还负满罢罢的钱 去买游戏点数 直到2013年1月 1月 芳汉在我到教会参加 十一支释放课会 听了想用传道的教导 才知道 这些线上游戏 跟上上教的权是有关 这样的剧热 我参加过了三次 然后我就因为到我还没关系 我也以為我在第三次撤會中 從我而受審 因為我感受到神的大難 兩個月後我就受審了 完定完這段時間 我其實我發現 我那段時間我的脾氣非常不好 我常常會跟父母親吵架 我常常會跟同儕之間會有很大的爭執 我的同工 所有的牧者幫我倒塌到時候 我心裡面從我內心深處 就有一個東西忽然間開始衝出來 從我的內心裡面衝出來 然後我就開始然後尖叫 我就全身戰鬥 當我做完認罪禱告的時候 我那個從裡面深處的那個聲音更大 就像那個野獸在吼叫 有點像是電玩遊戲裡面那個 一手的聲音就阿阿阿 就很大的聲音 我那天開始我決定 我就要休息 從那天開始以後 我就把我的眼睛 我看到我也很少喝酒 然後我也不再看黑片 從那天開始 我就很喜歡聽詩歌 我也很喜歡讀解 我也很喜歡祷告 因為我知道 我有這樣子才能 閃現出神 真正的一切 我會不會 我會不會 我住在赵晓英牧师 从今天开始 一生能够忠心服侍主 直到建筑面的日子 都能够守住当守的道 奔跑当跑的道路 并且这个当打的仗都打赢了 我在祝福赵晓英牧师跟他的团队 都能够同心合力配他服侍 彼此信任 彼此非常有默契 能够在各样服侍当中 靠主得胜有余 或者祝福赵晓英传道 能够继续一段的提升 在服侍当中更加的老练 成熟 能够帮助我们很多的同胞 能够脱离各样的困境 能够经历在基督里的恩典和自由 能够帮助我们多软热的基督徒 能够经历神的恩典 能够成为刚强得胜的基督徒 奉此祝福赵英传道 一生造成的牧师 一生充满恩典 全家蒙福 全家丰盛 我要先送你们一段圣经 圣经在马太福音第十七章十九节开始 门徒暗暗到耶稣跟前说 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那鬼呢 耶稣说是因为你们的信心小 我实在告诉你们 你们若有信心 像一粒芥菜种 就是对这座山说 你们从你从这边挪到那边 他也必挪去 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 至于这一类的鬼 若不祷告尽时 他就不出来 为什么要送给你们这段经文 因为这段经文告诉我们 鬼有两种 对吗 你们在做一致四放 那么你们知道 好像有这种鬼 有这种鬼 有这种鬼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就是有两种鬼 一种鬼 是你必须进食祷告 他才能出来 也许这跟你们的经验不太一样 你们觉得说 好像有进食没有进食 我们好像都可以把鬼赶出去 但是也不是这样 对吗 我们当然不是跟别人比 这个你们的团队很有恩赐 所以呢 你们的团队 可以赶出 别人赶不出去的鬼 但是我们要看圣经 圣经怎么说呢 圣经说 这个有一次 这个保罗呢 他就去了 这个腓立比 那么有一个被鬼附的使女 跟着他后面 跟来跟去 跟来跟去 一直在那里讲一些话 说这些是上帝的仆人 这些人呢 他们要跟你们讲说 救人道理 看起来好像 很好 其实他们在干扰他的使风 那么几天之后呢 保罗就回过头去 就对这个使女说 出去 好 这个鬼出去 好 换句话说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呢 就是说 他们在赶鬼的时候 也不需要 这个 让当事人同意 也没有带领 当事人信耶稣 对吗 好 他们就叫鬼出去了 换句话说 我们今天在服事的时候 的的确确 碰到了一些问题 好像这个鬼出不去 我们常常就会把 很多的理由呢 就是说 因为这个人 他没有真正悔改 他没有等等之类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使女也没有悔改啊 但是鬼要他出去 就要出去了 好 换句话说 我们今天在 意志和释放的 这个服事呢 我们的水平 还没有到 使徒行传的水平 那么这段圣经 告诉我们 为什么 有些时候 我们的水平 踏不上去 因为有一类的鬼 可能这类的鬼 不只是在 附在人身上的鬼 可能这类的鬼 是我们整个 台湾上空 掌管那个黑暗的 幽默全是最厉害的 也许是一个 最厉害的 情欲的灵 也许是个什么 这一类的鬼 如果不是情是祷告 我们就不能 赶他出去 所以呢 这个 这个暗幕还有 成立协会 兴奋的时刻 我要鼓励 走出黑暗的 这个 所有的同工 你们要试试看 试试有一天 不管这一类的鬼 或这一类的鬼 你们都可以 把他赶出去 阿们 你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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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 up To more than I Can be 荣耀宋讚都歸給我們的主 我們也親自待當中 我們請小音傳道 來素質 各位牧長 各位同工 謝謝各位貴賓來參加今天的暗幕典禮 然後我只有兩點要說 就是第一點就是我要特別感謝 其實我覺得這個協會成立是一個不可能的任務 就是在我從1999年開始做一致釋放 我至少十次要放棄 因為就是很困難 我1999年開始做的時候 大部分99%的教會都會罵我是一個人 那我覺得 能夠走到現在是深的恩典 那我特別要感謝王天佑牧師跟教育姐 因為如果沒有他們沒有今天的協會 也沒有今天的趙小燕 好嗎千里千里接受我一個感謝 天佑哥謝謝你 喬蓮姐謝謝你 沒有他們我絕對走不到現在 好我走不到現在 那這是回顧 那展望將來我對自己的期許就很簡單 就是我一直很喜歡 你或神的讓我愛 我們一起翻開程序單 好嗎我們一起來念 因為這個是我自己的目標 我侍奉的目標 然後我希望我在見主面之前 我都可以就是持守這樣子的 我所想要的目標 我們一起來念好嗎 讓我愛而不受感在 讓我誓而不受賞賜 讓我盡力而不被人寄 讓我受苦而不被人賭 只知清久不知飲久 只想剝病不想留病 道出生命來使人得幸福 捨棄安寧而使人得舒服 不受體恤不受眷顧 不受推崇不受安撫 寧可淒涼寧可孤苦 寧可無告寧可背負 願意以血淚作為冠冕的代價 願意受虧損來度旅客的生涯 因為當你活在這裡時 你也是如此的子 竟然忍受一切的損失 好使盡你的人得安舒 不知前途究竟多遠 這條道路已去就不再還原 所以讓我學習你那樣的完全 時常被人辜負心不深怨 求你在這慘淡時期之內 擦乾我一切暗中的眼淚 學習知道你是我的安慰 並求別人喜悅以度此歲 那最後就是請各位牧長同工 如果在日後小英有犯錯的時候 可以很具體的指證我幫助我 然後我還有一個心願 就是我跟神禱告說 如果哪一天我會虧覆 有損你的名 請你在我損 修入你的名之前 把我先接走 謝謝大家 謝謝 接下來是我們要正式案例 小英傳道成為牧者 我們請牧師團隊到台前來 好 好不好我們一起起立好嗎 我們一起起立 是的 這一個見證的時刻 也是一個榮耀的時刻 神 興起祂的仆人 需要我們大家 一起來祝福祂 一起來用我們的禱告 來拖住祂 我們求主繼續 大大的使用小英牧師 讓他這一生真的 帶領許許多多的人 走出慰恨 進入光明 也帶領許許多多的人 不只是成為信徒 能夠成為門徒 好不好我們 我們一起同聲開口禱告 之後我們先請崔剛牧師 帶我們禱告 最後我們請林牧師 帶我們做結束禱告 好不好我們一起同聲開口 請按手在祂身上 喔 哈利利亞 主要謝謝主 謝謝主 主要謝謝我 主要謝謝你 主要用自己 帶領小英 走出慰恨進入光明 主要謝謝你 主要因為 主要祂受過最深的 身心靈的痛苦 主要有過最深的破碎 主要所以祂能夠 主要體恤許多軟弱的人 主要祂也有一個客氣 要救許許多多身心靈 在黑暗當中的人 主要走出黑暗進入光明 主要謝謝主 我真的相信 主要祂要繼續使用祂 主要繼續使用祂 所教導的 繼續使用祂 要多一個服飾 主要繼續使用祂 主要真的 震動黑暗的國度 主要繼續使用祂 主要使許多人 出黑暗入光明 主要謝謝主 主要求你繼續使用祂 主要讓祂更多的人 主要成為祂的門徒 主要祂能夠繼續用 為父為母的心來帶領祂們 謝謝祢 祂祂祂 這個恳求主以聖靈大能來 充滿在小音傳道的生命的當中 恳求主以你自己生命的話語 天天來餵養祂 餵保祂 恳求主以你奇妙的大愛 交灌祂 主要讓整個人被你的靈 被你的話 被你的愛所浸透 主耶穌謝謝你 你愛小音傳道 主啊你要讓祂今天是成為 主啊你眼中的同仁 主啊你眼中是容不得沙子的 主啊你要保守小音傳道 主啊從現在到永遠 都對著主有一個純衣清潔的心 主耶穌謝謝你 完全為主而活 為主燃燒 謝謝主願主的恩高 在祂裡面使祂整個人 以及祂所有的團隊 都成為流露主而活全的器皿 謝謝主奉號耶穌的名祷告 Amen 小音在為你祝福的時候 我看了一個圖畫 這圖畫是一個大的V 大寫的V 那在這個圖畫的這個 大寫的V的中心點 是有約貴 而我的V的左手邊是筆直的一槓的V 我的右邊的那個 右半邊的那個V是斷斷續續的 斷斷續續的那個直線 所組成的V 我心裡的感動是這樣子 那個V的完整的條線 代表許多的大型的教會 而這個折線 代表許多中小型的教會 小音在你過去的服飾日子當中 以及你未來服飾日子當中 我看到 在台灣 在華人世界的裡面 許多大型的教會 許多中小型的教會 因此你走出他的服飾 要組成一個 非常強大的得聖團隊 耶和華的團隊 而且是高舉基督的名 那個約貴所代表的意義 是滿有上帝的同在 我奉主耶穌祝福小音 你帶出了耶和華的軍隊 在這幕後的日子 要打那美好的仗 宣告得聖的團隊 要再得聖迎接主的帶來 奉耶稣敬祷告 阿们 我们鼓掌把荣耀归给神 阿们 感谢主 请坐 接下来是颁证跟证礼 你把这个礼物 我们教会预备了一个证书 这个应该可以带到天堂去 然后也送给他 蛮大包的红包 好 谢谢 好 所以我们一起站立 我们请正道神学院的林彩云老师 为我们这个聚会来祝导 我们一起吉利 我们一起领受上帝而来的祝福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上帝的慈爱 圣灵的感动与交通 常与你们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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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